大家好,我是珠斯莱 这几天,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应该都是地狱与天堂 折返又回人间 很少有父母,像我的朋友 他有个初生的BB,一月才出生 他竟然跟我说 每年有很多小朋友 流禁死的,必须那么紧张 我应该是很想自己冷静 但也比较紧张的一群 我在这里分享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妈妈的点滴 如果大家遇到一个这么严重的案子 都千万要安定自己 因为小朋友真的靠我们 现在这个情况 医院去不了,医生帮不了我们 因为药物都没有的时候 只能靠我们父母 如何去救自己的小朋友 2022年2月6日 我家的姐姐放假 2月7日 我第一天上班 公司派每人一支测试棒 我的结果是阴性 但那晚我睡得很差 2月8日 早上觉得喉咙怪怪的 好像谈多了 今天在公司又做多次测试 都是阴性 夜晚睡不到,睡眠质素很差 2月9日 早上早 我觉得头好痛 喉咙痛 还有咳咳 我老公都说 她的情况跟我一样 无端竟然 突然开始有两声咳咳 我问姐姐有没有不舒服 她说今早才有 姐姐有后额痛,肌肉痛 今次我心想出事 但我明明做了两次测试 都是阴性 于是我就去了诊所看医生 以及立即交了这个心后样本 我叫全屋人员 即日在所有人 连睡觉都要戴着口罩 2月9日下午 我走过元朗 所有的大街小巷 商场 没有一个地方有快速测试货 现货卖 好像有伟大屋圆群组 幸好有伟大屋圆群组 有个鄰居现货150元 卖三支给我 但要等到她下班才有 我的心情很坦剔 因为30 因为下午我开始发烧38度 头开始痛 开始有咳 之后跟姐姐说她的症状是一模一样 我check她的体温 39度多 我眼都睹了 这么不舒服 为什么她不出声 严重怀疑姐姐是最早发病 但不敢出声的人 但家里只有我 天天上班 可能都是我带菌回家 姐姐都可能怕了我 所以都是等测试结果之后 再问姐姐 但我这么小心 为什么公司没有人中 会由我先中呢? 我一直都想找个源头出来 2月9日夜晚 鄰居的快速测试样本送到了 即刻叫姐姐和老公先做了 结果我们三个人 得姐姐是两条线出现 一心一浅 我当堂很生气 即刻要送姐姐去急诊室 姐姐不停说明天先去 等明天看看她会不会好些 我叫她吃完东西先做清洁 跟家就要好准备走了 之后我发现姐姐洗完凉 换衣服睡觉 我叫她要去急诊室 她说自己没事了 只是不够睡才会头痛 我再帮她探热 哇 瘋子 烧到40度 还说没事? 我叫她立刻喝了必利痛热 她竟然跟我说 她已经蒸了头 我自己的姐姐也是蒸头 不可以冲第二次粮 如果她现在我逼她去医院的话 她说她回来不会再冲第二次粮 因为写这个人 她说是人都知道 她从大肚疫情开始 她都是要每一个人入屋洗头之前 先可以自由活动 我生得狂闹的工人 没有为我儿子的情况着想 她这样说话的语气 更加无私显见诗 一开始有问题的一定是她 我祝她去博外医院急诊室登记 也声明我姐姐之棒有两条线 我连我儿子的屎都带上去 希望他们可以帮我儿子的屎 只做这个样本做检测 职员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叫我们在分流区等 等了一个小时 有个男职员接待我们 她一来就用很差的语气问姐姐 你有什么问题 我也生气 令我更生气的是 姐姐只是回答了一句 只是普通流感 职员说 那即是没事了 姐姐不回答人 我马上跟职员说 我姐姐烧到40度 可能姐姐吃了退烧药 现在测就低了些 但姐姐快测有两条线 有肺炎不舒服的症状 头痛 职员就回答了 行行行 有事就跟医生说 我说 我家两个月大的BB 大便带出来 有没有得检测 职员说 他就说 你儿子有病 带他去看医生 即是叫 扔花瓦波给我 我说 但我儿子未有症状不舒服 我只是担心 想想想 他会不会是工人给他 职员就说 你自己去看医生 自己去问医生 那么大便 样本可以问医生 如何去测试呢? 在这个时候 职员已经不想回答我问题 就这样要拉走姐姐 临走之前的职员跟我说 你走吧 说不知道要等多久 结果 我姐姐发着40度的高烧 被安排去了一个 空旷的室外地方 吹了16个小时的冷风 晚上10点去 下午2点才回来 医生跟她做了 胸口测试和照肺 之后没有给任何药姐姐吃 亦没有跟姐姐再有任何交流 只是叫她回家等消息 姐姐期间 WhatsApp 跟她说 不够睡才会不舒服 不断叫我不要乱想 想多了 到2月10日中午 姐姐回来了 我为了个儿子着想 立即叫工人洗完凉 留在房子 不要再出来 又要做对外消毒 又要在家里烧毒 我的精神压力 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我跟自己说 儿子还未有精兆 应该还有希望 我还有机会挽救这个局面 2月10日 晚上 儿子很兴奋 在家里跑来跑去 还要无故随自己的衣服 我一摸 那么热 原来无端端38度 半个小时后 已经上到39度 上了的士飞奔去医院 已经40度 因为姐姐急症室的待遇 令我决定直接飞去荃湾 港安看 虽然40度 但等待时 儿子还有精神 指手画脚 之后等半个小时 已经可以见医生 医生在腐压病房见我们 我都已经心之不妙 当医生问我一句 你们家里是不是有姐姐 是不是星期日放假 我的心一沉 医生说 他接过很多个案子的BB 都是因为姐姐去元朗广场附近 搞到很多小朋友确诊 他说帮我的儿子做了被测试 两三个钟有结果 他说五十五十啦 很有机会中的了 儿子走的时候 突然吐到周围 我问如果我的儿子再有事 可以怎样做 医生回答我 他说所有私家医院不会再收 叫我们直接去正库急诊室 不过我们很大机会是确诊者 但医生对我们 都有足够关怀 很愿意解释我任何一个问题 包括护士都非常有爱心 很详细教我们伸手爸妈 如何去塞药 塞药 我想他的意思是塞药门的退销 2022年2月10日晚上 2月10日晚上 由于儿子回到我家不肯吃药 我们用了很多方法都逼不住他吃 他全部跟我吐出来 于是乎到了晚上凌晨三四点 儿子又再发高烧 又烧上四十度 但今次儿子是没有任何意识 对眼反白眼 整身震了 手和脚发纸 是死人的纸色 他的身子越来越震 半抽筋状态 我已经哭到不似人形 不断抱着儿子 不断地说对不起 不要死 妈妈没了你 不行 幸好这个时候 我老公还可以很冷静地叫我冷静一点 他立即打了999 call白车 谁知 999的回复令我陷入绝望的边缘 是的 999说 你现在call 都未必安排到车过来 就算真的过来 都只会去急症室等做检测 是等的 之后安排你回家 BB留在家 更安全 无助的伸手爸妈 我问他还要等 他说 现在急症室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相信大家未到我这一刻的处境 是不会相信999 是会这样对待一个笑到 笑到40度 反白眼抽筋的小朋友 这一刻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怕做错任何一个决定 就会害死我的儿子 我一路哭 整个人震了 打电话给我身边所有的人 但是没有人可以 帮我答到这个问题 可以怎样做 之后我老公打了很多次 求救这个港安急症 可不可以帮忙看看 就算不用留院 都可以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回答我现在 可以怎样做 电话那边的护士姐姐 教我们怎样用塞毛巾 去帮BB抹身 教我们怎样看着BB的情况 温度还是否可以降低 他又吃不到药 我们问护士可不可以再塞药 但是药包上面写着 8个小时只能塞一次 护士帮我们打去问医生的意见 或是最多6个小时塞一次 他又教我们怎样塞 终于终于成功塞了 儿子的体温可以降回少少 真的很多谢全湾港安护士姐姐 这么有爱心地接听我们当晚 无数次的电话 我都很想知道那位姐姐是叫什么名 他真是儿子的救命恩人 2月11日 结果由凌晨到早上 我和老公都是没睡觉 不停地抹身 不停地塞药 但是儿子不断地吐出 中午 儿子又烧到40度 我们又不停地用塞药来帮儿子保命 但是港安医院只给了5粒药 和其他5天的药水 我很害怕没有塞药 儿子已经吐了药水 我儿子的命就是保不住了 之后打电话去港安 又问配药的情况 开始他们都不建议我们多配几天的药 但是他们看到我的情况 真的非常之惨 非常之危急 护士姐姐帮我们问医生的意见 这样多配几天的药又行不行呢? 结果当晚住手医生亲自接听我们的电话 给我们解释失药的用途 用药水 和他了解儿子又吐又不吃药 先行多开三天给我们 我们很意外 是由这个医生亲自解答我们这么多问题 私家医院的医生 和公立医院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 只好可惜 确诊了不可以去天堂 只能去地狱 门口慢慢排队等死 儿子全天都不肯吃东西 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都全部不吃 我们很担心她的身体会受不了 中间有很多人打电话来慰问 不过很多人都解答不了我的疑虑 我不断地网上找 想找中个招的妈妈 可以怎样做 和怎样做才会令BB好 我很害怕 很迷茫 网上很多妈妈很惨 在吉证室门口等了十几个小时 最后都是检测完 回家 于是我决定成立这个肺炎妈妈自救BB群组 既然我们靠政府靠不到 唯有组织妈妈自救 自己救自己子女 下午了 儿子变回正常一点 终于会走来走去 但是突然间又开始高烧 又不肯吃药 吃亦都有 唯有跟她再塞药 2月11日凌晨三点钟 我和老公累到睡着了 突然间 儿子很震 全身震了 震醒了我老公 发现儿子无故又发烧 高到四十度 手脚冰冷 合上双眼 当我老公出了厕所找热毛巾的时候 儿子突然咬牙切齿 我好害怕 我不停地哭 好害怕她咬到自己的舌头 我伸手很用力地抹住她的嘴 不让她咬 之后老公跟我帮她塞多了一次药 希望可以退到 我们见她退到烧了 先放下心头大石 2月12日 儿子开始发烧 不会再升超过三十九度 但她开始有鼻水 和好像喉咙有痰 每次我喂她吃药都吃不到 一喂就想吐 吸鼻气都用不到 教儿子吐痰她又不懂 她不停地哭 哭得我都哭了一份 儿子的样子好像生气了我们 我觉得 她是觉得我们逼她吃药水 才搞得她这么不舒服 我哭着跟她说 乖啦 妈妈不会害你 不要生妈妈 要乖 那些药是帮你打烊这场胜像 但没办法了 最后要我和老公不断不断地用很多次 才成功完成了指定的份量 2月13日 卫生署终于打来 要 confirm 儿子的case 为初步确诊case 但反为姐姐的test 一直没有结果 卫生署又打了两次电话 两次的内容大概都是那些 因为有BB 所以很大机会入住医院 我们说BB如果几天都没有什么 可以继续居家隔离就可以 但她竟然说家居隔离 只可以给阴性没有病征的人 她说我们四个有病征 就一起送去 一定要送去这个隔离 做了检查先 检测到阴性才可以考虑去做居家隔离 卫生署就说捉了弯就爆了 所以我们被安排的机会 很大机会是酒店或医院 时间应该是一两日内的事 而BB送院可以有一个大人陪同 但据网上的儿童父母share 而儿童房就只剩下BB床 大人就一直要坐椅子 就没有床睡了 他们送我们去隔离 主要是想查我们是阳性还是阴性 阳性就一定不可能回家了 2月14日 齐阳节 轮到我发烧了 喉咙和喉咙火烧那么痛 幸好这个时候儿子发烧已经稳定 但我发觉儿子开始手脚冰冷的状况出现 35、36度 不知道是不是肺炎的后遗症 2月15日 突然有三个检测包送来 我们问 那我们的儿子呢? 他就说 会接走这个确诊者 原来他们当我们三个是紧迫的接触者 我怕全部人做多次快测 证明我们是阳性 才可以跟儿子一起走 结果当然 全部人都是两条线 全部阳性 另外有个电话打到来 就说要来帮我们带手环 他说知道我们住哪里 但又问我们住哪个单位 他说他没有职员症 还有是外判的 还叫我下楼给他带手环 这个时候我和老公未查明他身份之前 加上未搞清楚会不会影响 我们可以陪同个BB入院 我们就没理他 于是我们今天打了超级多电话 又热线又卫生署 大家都是不清楚 这个叫我问那个 那个叫我问另一个 最后打的全部都是打不通的热线 晚上我突然觉得心口很危 呼吸不到气 我很害怕 我摊上床 用血氧液 查自己的血氧量 我和自己说 我不可以趴下 我儿子还需要我 可能我长时间戴着口罩 就连睡觉都戴着 我去到窗边 脱下口罩 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调气开始顺一点 2月16日 儿子无鼻水 只剩下谭和咳 工人说他只剩下咳 我和老公喉咳很痕 不停地咳 不停地咳 又咳 卫生署又打电话力 不断地要我们重复 又重复说同一番的话 又要说他们不同部门 说过一样的东西 神经病 他们真的很混乱 算了 儿子也好 不用逼儿子入院 另外他们还未有明确指示 究竟我们这几个人 如何才知道自己真的好 如何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这篇我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 现在我们唯有自己救自己 一定要买多些快速测试 就算你买了 其实我们都只能够在家等 一定要买多些小朋友的药 我买了些干塞的药 但是我上网看 原来干塞对肝是不好的 所以都一定要清楚 分量是怎样用 不可以你这头塞了干塞 然后又那头去喂他吃药 有很多小朋友 好像我的儿子 他一定会跟你吐出来 就算你不吐 他一定会吐出来 你很难照他吃足的份量 然后又可以消化到 唯有如果我们在不能够的情况下 就只能够干塞了 又或者要盯着他 发羊钓 又或者指 反眼 抽筋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 现在急症室 又去不了 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宗新闻 今天都上了电视了 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七岁的儿子 即是全家都中了 他就想着去急症室 因为觉得自己的小朋友发高烧 所以他就觉得可以去 怎样不知 真是搞笑 这个王生和他太太 15号上午两个喉咙通 然后三岁的女儿同日下午发烧 四十度高烧 三岁小朋友 七岁的儿子都烧到38度 全部快策都是阳性 只有女儿是阴性 去到急症室就麻烦你了 因为真的很多人去充急症 根本没有位置 然后就在医院外面 就排了那些临时帐篷 每一个都是三米乘三米 一个帐篷就一个单位 几个人 里面有灯 有暖炉 但没有床铺 远方只按人数提供一些胶凳 他们三张凳凳连在一起 才可以被儿子振住睡觉 太太抱着女儿 然后就看到子女发烧六个小时 在医院门口吹风 还没有退烧药 因为出门口很闯处 只准备了两件衣服 只能有个王先生 脱下自己的外套 被小朋友当暖屁 子女一直发冷 根本就睡不到 他透露 现场根本是一百人 用一个急症室的厕所 他最后只能够联络朋友 仗义的朋友 就为他送来睡袋 臨时的帐篷 那些皮 乳寒衣物 由职员转交给他们 令到他们不舒服 都不用没有睡觉 终于看到他的儿子和女儿 就可以在自己朋友 送来的臨时帐篷 直地而睡 最后终于在清晨 早上7点 先等到医护人员 被退消药 然后测试完之后 就说 大佬 我们急症室就爆了 麻烦你们四个 就回家等消息 帐篷有人拖 有人嘔 有人嘔 就没人理 有八个月大的BB 发高烧都没人理 等了三天才可以安排入院 每次听到有人嘔 他们都很害怕 很害怕 经过这件事 他就直言 入院其实是错 超错 原因是小朋友发烧 有危险性才决定入院 想不到40度高烧的小朋友 迟迟未有人来医治 搞了整晚 他提醒一众家长 入院前一定要准备物资 包括简易帐篷 睡袋 以防医院的环境不似预期 退消药 绝对是要的 少量的干粮 和足够的乳寒衣物 唉 真是自求多福 香港人 我说这些 我真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我觉得快速测试剂 都只能给自己一个心安 就算测试是阳性 都绝对救不了我们 阳性阴性那些 只能是对付公司的 HR的政策 如果想救小朋友 一定是要准备退消药 还有 我觉得干粟真的很重要 预防小朋友 真的又吐又吐 一喂药就吐出来 只能够靠自己 各位 加油 香港